乐乐去世 鸦鸦消瘦 而两只熊猫之前的体检又正常 那是不是心理上遭受了创伤呢 有网友就质疑孟菲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不和熊猫互动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北京的专家到达之后 鸦鸦就和专家申请的机长 在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的每乡一家 是被故意分开 小奇迹孤单的躲避饲养员 那么我们在视频上看到的所有这些内容 如何解释 由于孟菲斯动物园和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 都在熊猫馆内安放了摄像头 并对公众开放 可以很方便地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状况 2019年初 特朗普政府关门 曾经导致美国国家动物园熊猫直播被迫中断 还引发了熊猫爱好者的极度不满 相比之下 孟菲斯动物园的摄像头角度和清晰度 确实不如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 从直播资料和公布的其他视频来看 乐乐和鸭鸭在内社确实被单独饲养 小奇迹和母亲美香被安排在一起 但与天天分开 针对小奇迹躲闪饲养员的视频 我们通过关键针找到了原视频 观看完整视频后可以知道 这是一段小奇迹与饲养员之间的互动 同时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在官网上不断更新着小奇迹的动态 饲养员们鼓励小奇迹独立探索 2023年初 他们发现随着小奇迹长大 日间玩耍时常常不需要时刻跟着美香 夜间即便让小奇迹和美香团聚 他也常常会离开母亲身边而睡在乡邻的地方 饲养员也因此判断小奇迹准备好独立 而在所有影像中 父亲天天确实不同况 大熊猫是独居动 尤其成年大熊猫 妈不可以带着孩子可能可以时间长一些 但是雄性的大熊猫 退完了他就走了 都是妈妈生带啊 他可不认为那是我儿子 而且你在自己的领地范围 你看着其他的雄性大猫 或者其他雄性幼崽 他是要杀死的 所以这个大熊猫是不能做社群风容 但是大熊猫的社群风容是什么 是他和饲养员之间的行为训练 在这里专家提到了两个概念 风容和行为训练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它们都是动物园的术语 风容是指在圈养条件下 让野生动物生活的更舒服 促进动物展示更多的自然行为 其中包括环境 食物 社群等多方面 比如喂养熊猫的竹子 模拟生长状态插在某个地方 让熊猫自己去取 就比直接放在取食的地方 让它直接拿起来吃 更能够保持动物自然的状态 但是听到行为训练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误认为 这是动物表演当中用到的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它的目的是能够在动物 更自然放松的状态下 为动物进行日常的健康检查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恰好发现孟菲斯动物园拍摄的 为熊猫进行行为训练的片段 这也同时解答了 为什么喜欢葡萄的鸦鸦在游客面前 吃不到葡萄 以及鸦鸦与中国专家 鸦掌这样的行为 其实都是行为训练的结果 最早的时候 体检 做笔钞 口疆检查 采取 那都是需要麻醉 所以那个时候 为什么很多动物的 医疗数据是缺失的 因为你没人去赶给它麻 你麻了以后有可能会死亡 也有可能它不倒 而且麻药的作用 会有很多 对于它的血液 对于它的心跳 心率 呼吸 都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不能说那样的话 强制进行这种体检的话 那些数据不是正确 那么有了行为训练以后 你比如大熊猫的采取 阴到柿子的获取 口香检查 大熊猫的脚掌的检查 都是可以通过 无麻醉状态下来的 恰恰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让它做 你给它奖励是什么 就是它喜欢吃的 这些小零食 跟饲养员什么 Give me five 机长 它其实就是一个行为训练 这就是足底检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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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